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 鸡 说晚清年间呢 在山东有一个叫做 丁士城的 从小啊就酷爱斗鸡 专门建了一个大宅院的养鸡场 这斗鸡的种类啊 很多 那主要是这个 河南斗鸡 山东斗鸡等等 说这丁士城呢 就成为了集全天下斗鸡 走南闯北 私下摸索 说这十几年间 竟然给他将天下的斗鸡种群 几乎都纳入到他的这个院子当中 这丁士城啊 十分爱惜斗鸡 为了斗鸡 他甚至放弃了娶其生子 这天热的时候 他拿个扇子 给积起山峰 天冷了呢 他把这火盆搬到那鸡房里去 慢慢的就这么着啊 他这个鸡啊 是越养越多 这品种呢 也是越来越齐全 这丁士城啊 赡养斗鸡的名声 也是遍布这地方了 有一天晚上啊 丁士城看过斗鸡 正要回房睡一下呢 哎 就打外边啊 有人敲门 这丁士城打开门 叫那人进来了 冷不丁的呀 就吓了一大跳 为啥呢 直见那人穿了一身红袍 面色如血 说话声音呢 却跟雷似的 这丁士城想不出来 这个人是谁啊 不过还没等他问呢 那人呢 先开口说了 闻听丁公子 赡养斗鸡 这也是某家平生喜好 故此冒昧前来打扰 不知公子 可否愿意将您的斗鸡 让某家关上啊 这丁士城呢 见着红面汉是同道中人 就顶高兴了 就说了 这有什么不可以的 看看就是了 于是 这丁士城啊 就领着这个红面汉 看遍了他的斗鸡 且说那红面汉呢 他看了之后 高兴得手舞足蹈 哈哈大笑 就说 丁公子果然名不虚传啊 天下斗鸡 几乎进入贵院 可算得 赡养斗鸡之人了 好 来而不枉 非离啊 在下也养了几只斗鸡 我这丁公子 可愿去我处关上啊 这是丁士城求之不得的事啊 当下高高兴兴的 就随着红面汉出了宅院 这红面汉牵起丁士城的手 哎 这俩人呢 就飘然而去了 不过多时 这红面汉 引丁士城 来到一个空旷的山谷之中 丁士城一看这四下荒无人烟呢 心里边有些害怕了 但是 为了斗鸡 豁出去了 全身叙事 防备那红面汉 对己不灭 跟着那红面汉就是一路前行 果然啊 走过山谷 他看到一座不大的宅院 这院子里只有一间茅草房 私下里没有人家 孤零零的 静止暗淡 这红面汉 引领着丁士城走进院子 昂头高叫了一声 这茅草房里 飞出了几只形态各异的斗鸡 熊啾啾强昂的 伸着脖子 大声的叫唤着 说这丁士城当时就看呆了 那红面汉 虽然只有这区区几只斗鸡 但是他的气势啊 将他家中所有的斗鸡呢 比的是一文不值 红面汉呢 挺立在庭院当中 嘴里边学着那个斗鸡的叫声 其中两只斗鸡啊 听着这个声音之后 竟然一跃而起 这俩鸡啊在空中就打起来了 看着这丁士城是目瞪口呆的 不过一会儿 那红面汉又叫了一声 那两只私斗正憨的斗鸡 突然就停下了 双双落下 在院子当中不动了 红面汉看着丁士城说 公子可有雅兴 再看看某家别的斗鸡啊 丁士城这会儿紧张得说不出话来 瓶瓶点头 那红面汉这次没有再呼叫 他却是抬起脚来 在地上重重地剁了两下 这两下可不得了啊 这茅草房里传出了一声 犹如是凤鸣般的啼叫 一只全身通红 似火的斗鸡就走了出来 只见这只斗鸡大摇大摆地 走到院中 昂起这个脖子再叫了一声 原先挺立在院中的两只斗鸡 竟然俯首呆立 全身抖动 这其他的斗鸡也都是匍匐地下 看着丁士城是赞叹不已 自愧不如啊 于是乎啊 这丁士城再三恳求这红面汉 送他一只斗鸡 那红面汉呢 先前是坚决不允 经不住这丁士城苦苦相求 几乎要给那红面汉都跪下了 红面汉叹息了一声说 原本某家看在公子酷喜斗鸡的份上 待公子来此 便是要送与公子一只斗鸡的 乃何公子竟一怒猜疑某家来意 这可让某家寒了心啊 红面汉这话一出 丁士城顿时是面红耳痴啊 好像看着了自己的小人之心一般 更是无二话可说 抱拳将那红面汉子做了一衣 再看着一眼院子当中的斗鸡 恋恋不舍的低着头转身要走 谁知道 没等丁士城脚步跨出去呢 那红面汉竟然先叫住了他 说 也罢 若非公子如此喜爱斗鸡 某家今日断不会将斗鸡送出的 丁士城一听 高兴了呀 转过身来 再向那红面汉一躬到底说 不知兄台 肯将哪只斗鸡送于小弟啊 那红面汉先将那些个斗鸡 赶回了茅草屋里 袖子这么抖的抖 竟然从袖子里跳出了一只 鸽子般大小的斗鸡里 对丁士城说 公子若不嫌弃 某家便将这只斗鸡送于你 这丁士城万万没想到 经过这么多的波折 红面汉竟然送给他一鸡崽子 这心里边很不满意 面上自然也流露出来了 这红面汉哼了一声 将那只小鸡崽子叫到手中 小心地拖送到丁士城的面前 说公子可再细细看来 丁士城再仔细地瞅了瞅 见这只小斗鸡虽然不大 竟是成鸡 不是鸡崽子 拖到手里边 沉湿如铁 再看他那俩眼睛 亮如灼星 怒气勃发 知道这是一种啊 便小心翼翼地收到袖子里了 心下虽然说有些不甘 思量着再求一只 像这个红面汉看了一眼 可是张不开嘴了 这红面汉看出了丁士城的心思呀 拉下脸来 把这丁士城给赶出去了 李生的贺道说 世人皆叹心 丁公子也是这般 如此某家却不敢留你了 丁公子 记住某家的话 若令此斗鸡蒙尘 某家便将将其自行收回 丁士城没了办法了 只好离开了院子 走出几步 回过头再去看 诶 这茅草坟竟然不见了 原本是茅草坟的地方 竟然是自家院后的那颗参天俱摆 丁士城知道了 这事情怪异啊 可是也是无从探究 摸了摸绣筒 发现斗鸡还在 放心的回了家了 果然 这红面汉赠予丁士城的小斗鸡啊 神勇非凡 丁士城虽然呢 有两种斗鸡无数 竟然没有一只能跟他匹敌的 偶尔的碰了面了 这小斗鸡跃起仗鱼来 那俩腿跟大钳子似的 把那大斗鸡那脖颈子一捏 那大斗鸡就没办法呼吸了 当时就败下阵来 这丁士城也是爱惜非凡 寻常人绝对的不让他见 说这一天呢 京城来了个大官 是丁士城父亲的结拜兄弟 到此处前来探望 却不知啊 这丁士城的父亲 已经死了好几年了 这大官与丁士城唏嘘一阵 就问 久闻贤侄 赡养斗鸡 不知可否让某一见呢 丁士城抹不开情面呢 让那大官到鸡舌里边走了一遭 大官看了丁士城的这个斗鸡之后 是赞不绝口 夸到后面啊 也是啊 面露不甘之色就说 我看先知非小戏之人 为何不悉处拿出来 让我观看观看呢 丁士城一听这话 面红耳赤 之所以没将那只小豆鸡 拿出来给这大官看呢 那实在是怕大官啊 出口所求 没办法拒绝 但是这大官既然开了口了 想必来之前呢 应该就是听闻了那小鸡的那个名号 故此呢 才有此疑问 当下这丁士城没办法隐瞒了 只好从绣筒里边取出的这小鸡 让大官瞧瞧 大官拿在手中看了又看 果然不愿意还了 眼巴巴的看着丁士城 说不出话了 丁士城知道他什么意思呀 却碍于这大官和父亲的关系 又不能硬要回来 只好是眼睁睁的 看着这大官啊 把这小鸡给带走了 说过了几天 丁士城放心不下这小鸡啊 去大官在他县城里边 暂住之处回访 这话语之间啊 就询问说 那个小鸡什么情况啊 大官呢 听了一会儿面露烦躁就说 我本以为贤侄名声在外 谁知盛名之下 实有不符啊 丁士城懵了 什么意思呀 大官又说 他把小鸡拿回家之后 让这个县令 重赏丁士城 县令口中呢 答应了 逢营当中的 却隐含着不公之策 这大官逼问之下 那县令才说 大官为丁士城所骗了 这分明啊 就是个鸡崽子 却当神机送给别人 这大官不办丁士城的 欺瞒之罪 那是大度宽容了 还怎么能重赏他呢 这大官不信呢 让县令放出其他的这个斗鸡来 跟这个小斗鸡斗一斗 谁知呢 这小斗鸡竟然啊 没有了之前的神勇之态 匍匍在地上 认着那些个鸡是卓咬 没有一点的反抗之力 这让大官啊 这面子呀挂不住了 大官恼怒之下呀 就令人把这个小鸡崽子 扔到狗笼子里边喂狗了 丁士城一听 那是痛彻心扉呀 就也不能说啥 寻思着啊 这小斗鸡这个骨头什么的 我找回来吧 我回去给埋了 也找不着了 那大笼子里边 连根鸡毛都没有了 就这么的 他回了家 当天晚上 丁士城是刚睡觉 猛然就看那个红面汉 出现在面前了 指责他 说 某家只以为丁公子 是爱斗鸡之人 却不知也是 屈颜覆势之辈 某家怎能任耳 葬污某家的斗鸡 故悉数先行取回 随某家尽向世外直落去了 丁士城呢 并非是这红面汉 口中所说之人呢 想要辩解 可是还不等他说话呢 那红面汉像袖子里边 跳出这只小斗鸡呢 肩肩的爪子 抓向丁士城 吓得这丁士城 打咬了一声 就坐了起来 原来是做了个梦 丁士城感觉 这梦太怪异了 放心不下 起身去看他的斗鸡 却惊讶地发现 他的斗鸡意志都没了 此时这丁士城啊 才悟出那红面汉 是斗鸡神呢 看不得这世人 专以斗鸡寻欢作乐 迎上压下 就收走了斗鸡 从此之后 丁士城再也不养鸡了 于某一天 离开家宅 不知所踪了 好了 这就是鸡的故事